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飞飞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书名叫做《好感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有时你拍很多的照片 可能是一些好食物 又或者是你去旅行拍了很多的美照 那些照片你拍完之后 就放上去社交媒体 可能是IG、Facebook那些 就放上去 那你放了上去之后 很自然,你之后那几个小时 就可能会很紧张 究竟你会有多少个赞 有多少人去留言 在你的帖子里面 在现在这个盛行社交媒体的年代 就算我们也不是什么明星 但是我们一般人 都很想有更多的人 去喜欢自己 很想自己有更高的人气 但是这本书里面 提出一个观点 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一下 就是,究竟有高人气 等不等于别人对你有好感呢 又或者是怎样做 才可以真真正正提升自己的好感力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开始了 刚刚说到,就是书里面提到其中一观点 就是高人气 其实是不代表有高的好感力的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譬如一些歌手 他有很高的人气 但其实未必代表很多人喜欢他 他的好感力是未必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气是可以有很多不同因素去组成 令到你这个人有高人气 例如是用金钱的堆砌 但是,人家经常都看到你 就未必真的对你会有好感 又或者是一些有钱佬 又或者是你公司的老板 上司 他们在不同的场合 可能都比其他人会有更高的人气 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权力 更大的power 好像很多人都想巴结他们 但是,又是同一个道理 高人气 就不代表人家是真心喜欢你 觉得你的好感力是高的 接着我会提出三种方法 是教大家如何自然地提升自己的好感力 第一个方法就是做自己 展现最真实的自己 书里面有句说话我挺深刻的 就是 唯有在我们不刻意做些什么的时候 人家才会真正对我们有好感 你想起来,其实也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公司有些拆鞋仔、拆鞋女 当他们很刻意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外人看上去很反感 甚至是连给他拆鞋的人 其实如果你的思维是稍为正常一点点 可能反而你会给他拆鞋的举动 令你对这个人会反感 相反 当一个人是由心发出来的 他做的每一样东西都在展现他最真实的自己 像吸引力法则所说的 这个举动就是同频相级 只要你享受的过程 只要你在做自己的话 其实自自然而 人家就会被你的真诚所吸引 正如比比我经营这个频道 其实一开始 可能我都会好像连口网那样 就说如果你喜欢 就like那些视频 subscribe 等等 但如果你听得我久 你会发现 慢慢之后 我都没有说这句说话 因为有时候 我听回自己的节目 我会觉得 其实这句说话 好像很废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录音的过程 我已经在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已经在做自己 我已经是有所得着的了 至于你们like不like 又或者是comment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 没错 是一个交流的方法 但对我来说 我最主要的目的 which is 我自己享受这个过程 和我自己去从中 去巩固了我自己的学习 而当我没有刻意去叫人like subscribe 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同频的人 是仍然都会相级的 即是如果 他们喜欢这些内容的话 其实他们自然就会subscribe 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 是我要叫他like 他才会like 我叫他subscribe 他才会subscribe 即是一些没有独立思考的人 其实 又是不是我想要的观众呢 所以我是非常认同作者的这个观点 就是 无论在工作上 家庭上 情侣之间 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 做最真实的自己 那这个呢 无形中你就会散发着一种光芒 去令到你自己的好感力提升 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书里面提到的就是 我们个人 要散发着一种 正向的形象 正向的感受 大家不要误会 正向的意思 并不代表那些 麻木地去乐观 什么都很positive 那些不是这种 这种正向的意思就是 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 例如是 你和你的朋友吃饭 可能你的朋友不开心 又或者是他工作上很大压力 我们这个时候呢 能够是以一个接纳 又或者包容其他人的情绪 一个很稳定的情绪 去做一个很好的听听你的朋友说话 其实你这样做 已经是散发着一种正向的能量 而当我们散发着这种正向的感受 人家又会更容易对我们有好感 而当人家对我们真的有好感的同时 我们这个正向的感受 又会增强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第三样 书中提到的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多些接触大自然 什么意思呢 其实吸引力 是有分光性的吸引力 和油性的吸引力 那什么叫光性的吸引力呢 就是我们平时玩手机 看Netflix 又或者是看Facebook IG 那些YouTube的Shorts TikTok 那些很多很多 那些很冲击你的大脑 多巴胺的内容 我们看得多 会变成过分沉迷 容易很累 变成一个习惯 但是你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你会发现 你是没有觉得轻松了 又或者是没有觉得舒服了 相反 油性的吸引 例如是大自然 就不会令我们沉迷 它不会像TikTok YouTube的Shorts 刻意地引起你的注意 相反 其实它一直都在 而当有一天 我们细心欣赏它们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们当中的美好 而你发现了之后 你就会引发了 对这东西的兴趣 好奇心 还有很多很多正向的感受 而这东西和刚刚说的手机 那些不同 我们看得多 大自然 是真的会令到我们感受到 真真正正的开心 愉悦 和放松 我这里的意思就是 我就是叫大家 你不要做一个光性的吸引 你要做一个油性的吸引 展现最真实的自己 就好像大自然 整件事是不造作的 很自然的 你做这件事 很享受 而一些懂得欣赏的人 他自然会同频相吸 就好 第三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想提升你自己的好感度 其实你要追尋的是内在 而不是外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想多些人喜欢你 你首先要寻求的 并不是和其他人的连结 而是你自己 和你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一个连结 所以你放了这张照片 你放了这条片 有多少个赞 多少个留言 其实不关事的 最重要的就是 你放这张照片 是如何地表达你自己呢 能不能够更加认识你自己呢 能不能够更加好地表达你自己的性格 而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你这个动作才有张力 你这个行为才有温度 不然你就这样 拍一张食物相 然后上网 其实这个行为 人家看到也是毫无温度的 当然啦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只不过 如果你只是懂得做这些东西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 透过建立自己和自己的一个连结 我们才可以真正去令自己 散发出这个光芒 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好感度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youtube 我新开了一个podcast的位置 你按进去 按play all 那你就可以无间断地去听我的节目 那就不用整天拿个电话出来按了 我是宝宝 下次再聊 拜拜